法医办公室 绿罗精神抖擞 舒展着又厚又长的叶片 它的根系拼命地吸着水 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枝杆硬起来 特别是在阳光的照耀下 可以硬得更久一些 办公桌前 将远坐直 双眼平视 把小王摆在旁边 就开始认认真真的给刚拿到的指纹标记特征点 小王更加认真的样子 在基层警戒有句话 叫做警察不做刑警 做刑警不做技术刑警 而技术刑警指的就是刑科中队里的横检 线刊 读检等等 其原因 就是因为做技术刑警的 许多时候其实还要充当普通刑警来使用 该出现场的时候要出现场 该跑腿的时候要跑腿 到抓捕罪犯不够人手的时候 首先被抓捕的就是技术民警 小王以前也挺喜欢念叨这句话的 但在将远来了以后 小王同志就意外的发现了一个现象 将远自从开始做指纹以来 就在没有被抓捕过 刑警队的活是忙不完的 尤其是有命案的时候 大队长都能跟着大家三天三夜的不睡觉 普通民警能抽空打格盾 梦里都能笑出来 但是 江远是雷打不动的坐着办公室 甚至连带着小王 只要跟着江远的时候 都没有被抽掉过 更令小王意外的是 并没有哪一级的领导为此下令过 但不管是刑科中队内部 还是其他几个刑警中队 哪怕是平时很喜欢顺手牵羊的几位 都像是有什么默契式的 从未就普通工作调用过江远 其实不用谁去说 小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因为江远能用指纹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 有这份本事 哪个中队的中队长 不说以后免不了要求到人家这里 就是不在乎人情事故的 也不好意思顺手牵走江远 在警队里 级别有体现级别的地方 年龄资历有体现年龄资历的地方 但根子里 大家最看不起的业务 又是大家最无法摆脱的道理 一句话盖瓜 你也破案 我也破案 谁又能比谁高贵呢 自然是能破案的 比不能破案的高贵 小王是想做一个高贵的人的 小王正经为作 死盯着江远的操作 他看着江远画特征点 自己就在腿上画 试图搞明白江远的思维逻辑 指纹比对 很多时候 比的就是思维逻辑 一个断点 可能是特征点 也可能是图像里的噪点 或者是那应时的不完整处 最终如何判断 是非常考验思维的 简单的指纹 怎么做都没关系 但遇到疑难的指纹了 首先就要在脑海中构建出足够多的内容来 跑一下看看 就在小王思维澎湃之际 江远结束了标注 将之丢给软件匹配去了 他也是看小王在看 所以才特别说一声 小王不由一愣 到标完了吗 恩 标了十几个 应该够用了 这可比纵火案那次的轻松了 小王随口来了一句 从他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指纹和纵火案的指纹都是超级难度的 单从学习的角度来说 小王还准备跟着江远再学一个星期呢 然而 江远只是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将第一轮的标记完成了 这时候 也听江远笑了一声 道 那肯定 纵火案的指纹可能因为烧过的原因 很多细节都看不清了 提取的也不太好 后一句才是他真实的吐槽 现局的条件不好 不是哪一块的条件不太好 而是哪哪的条件都不太好 单位的电脑 发出吱吱嘎嘎的叫声 小王的关注点就不在这里了 他回忆了一下刚刚看过的江远标注特征点时的细节 只觉得自己满脑子江湖 像是刚刚参加了一次数学考试 明明选择题都写完了 但跟同学对题的时候 却又回忆不起自己的答案了 江远顺着软件给出的列表 一格格的核对着指纹 小王整理了一下心情 跟着江远的步伐 慢慢的看下去 他还没看到一半 江远刷的一下 又换了一个指纹 显然是刚才的指纹已被排除了 小王皱了一下眉 再跟着江远看下第二个指纹 未半中到极止 序又止 小王揉揉眼睛 只觉得两眼困酸 内心疲惫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上学的时候 听老师讲卷子 很认真很认真的状态 听到一半 就听老师说下面的很简单 就不讲了 小王重新抬起头来 目光坚定 神情坚强 身为一名成年人 而且是光荣的人民警察 小王自问已变得无比强大 比中了 江远将第六格指纹 重新核对了一遍 不由拍了下桌子 起身伸了格揽腰 小王的嘴角不由绽放出笑容来 一点点的绽放着 这就比中了 可太好了 江远则是松了口气 还好留下指纹的 这位是个惯犯 否则 只有这一条线索的情况下 还真的很难锁定对方 蔡斌 这人因为偷电动车 被刑拘过三次了 江远扫了一眼记录 颇为惊讶 都被抓了三次 偷电动车的手法 依然是暴力开锁 一点进步都没有啊 进步了以后 升级偷摩托车骂 吴军听到指纹笔中了 也过来看了一眼 道 这种人犯罪升级 更倾向于团伙犯 尤其是坐过牢以后 更容易这样 江远回忆了一下 看过的视频 道 他这个不像是团伙犯 每次都是偷一辆车就走 偷走的车的价值也不一定高 也没有同伙接应 可能没有哪个团伙要他吧 吴军淡定的打断江远的话 小王莫名同情的看了一眼电脑屏幕 犯罪嫌疑人的照片 缓缓道 如果不是江远的话 应该也没人抓他 案值太低了 线索也少 江远只当他是夸奖 甩手打电话给魏正国和穆智阳 烟头要做DNA 不知道要排队多久 先抓一个是一个 隔壁堆 寿沙